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大马路有什么好拍的 别人又不是没看见过 爸爸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 最终还是低下了头 小生说了句对不起 那一整天 只有在我拍照的间隙 爸爸才肯急急忙忙拍几张 生怕会让我多等一分钟 尽管我一次次说没事 他还是拘谨得像个犯了错的小孩 可在记忆中的爸爸一向都很清高 何曾对谁这般小心翼翼过 他常常说 不争馒头争口气 小时候 我被熊孩子欺负了 不善于与人争吵的他 也会插着腰跟泼妇对骂老半天 初中时 我被班主任点名批评太爱打扮了 他直接对回去说 爱美是天性 长大后 我遇到渣男的纠缠 他二话不说就年跑了 原本那么刚 那么要强的一个人 如今 竟在自己孩子面前 变得这么景小甚微 多少父母都是如此 年轻时为子女遮风挡雨 年老时 却得看子女脸色行事 想一想 可真是讽刺啊 每一个小心翼翼的父母 都害怕被儿女遗弃 衰老的本质 就是一天天走向无力与虚弱 曾看过一档动物类纪录片 讲了一头熊狮的故事 熊狮曾经威风凛凛 在年轻的时候 是狮群的大王 带领狮子们四处捕猎 可等他日渐衰老后 狮群中出现了一头年轻力壮的狮子 他三下五除二 就把狮王轰下了台 逐出了狮群 年老的熊狮 只得像孤魂野鬼般 在草原上飘荡 只有时不时看向狮群的双眼中 能看到一点点光彩 只是他再也没有能力回到狮群了 只得孤独等死 动物如此 人亦然 电影《游山节考》里 就出现过这样一个残忍的情形 因为村落极端贫困与食物匮乏 以至于老人活到七十岁的时候 就会由儿子亲自背着 送到村子后面的游山上去 认其老人自生自灭 虽然 他们表面上都说这是祭山神 但所有人都知道 只是因为过了七十岁的老人 没有办法种地干活 只能在那里白白浪费粮食 花钱 害怕被遗弃是人的天性 尤其是在时常有老人不被善待的新闻里 这犹如给老人敲响的警钟 让多少人都不敢闹 不敢横 对于父母来说 他们需要的并不多 无非就是一份安全感 能让他们坚信 不管身体有多差 我们都不会遗弃他们 不管他们 更不会让他们在世界的角落里自生自灭 当安全感不再缺乏时 父母又怎会在儿女面前唯唯诺诺呢 每一个小心翼翼的父母 背后都有一个不允许他犯错的子女 作家卢叔曾说 为什么每次爸妈犯很幼稚的错误时 我们总是控制不住脾气 想要指责他们 那是因为 我们跟父母生气 气的不是他们做错了什么 而是气他们不该成为犯错的人 可这世上怎么会有不犯错的人 更何况精力 记忆力 行动力 都是见衰退的父母 要想父母不再小心翼翼 我们最该做的 不是去纠正那些无伤大雅的错 而是学会原谅并接受这种错 马东在《奇葩说》里讲过一件事情 他说 自己的母亲没事干的时候 就喜欢看电视购物 有一次 看着看着就被主持人给说动心了 一款欧洲皇室定制款的包包 原价19800元 打折价只要930元 这不就是白捡了一个大便宜吗 当下 马东妈妈就打电话订购了这款包包 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完全就是商家的一种营销手段 所谓的打折价可能还要比原价贵不少呢 至于皇家定制款 那就更是扯淡了 但马东这么聪明的一个人 并没有当着妈妈的面拆穿这个谎言 而是装作很兴奋的样子 对着母亲说 眼光真好 真是买到了好东西 马东说 妈妈太孤单了 爸爸去世十多年 他常常不在家 就只有妈妈一个人 看看电视买买东西 如果他连这种慰藉都剥夺了 那真是太残忍了 这是一个把原生家庭放在形台上 边吃的年代 多少人总是带着一股怨气看父母 嫌他们这儿不好 那儿不对 可多少人又想过 他们也都是在摸索中成长 摸索着当父母 就像请回答1988中 德善的父亲说的那句话 爸爸我也不是一生下来就当爸爸 爸爸也是第一次当爸爸 所以我女儿就稍微体谅下 每一个小心翼翼的父母 都与儿女有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 面对这条鸿沟 有人选择视而不见 有人选择修建一座桥 发小就是典型的视而不见 有一次发小在朋友圈中说 中了胶片的毒 意思是太喜欢胶片相机拍出来的感觉了 但他妈妈不理解 就紧张地打电话问他到底怎么了 是不是中毒在医院 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好几次 一来二去 他也懒得解释 每次发朋友圈 都直接屏蔽了父母 远在家乡的母亲 很想知道儿子的近况 每次只能跟我旁敲侧击地了解一下 就怕在他跟前哪句话说错了 惹得他过年又不回家了 每次聊完后都不停叮嘱我 千万不要把这事说给发小听 害怕他又生气了 说实话比起麻烦 我更是心疼这位母亲 不过因为一场意外 还是改变了发小 去年冬天因为炉盖没有放好 两个老人差点因为没咽中毒身亡 当发小知道这个事情时 这个五大三粗的北方壮汉 就在地铁上哭成了泪人 他说如果父母真就这么走了 估计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从那以后 发小依旧会发朋友圈屏蔽父母 只不过会专门发一些自拍照 吃饭照旅游照到朋友圈 只是仅父母可见 发小说以前不敢直视母亲的眼神 里面写满了太多期待 期待他能像小时候那样畅所欲言 但他现在不怕了 因为他在努力把自己的世界 说给他们听 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父母都在努力向我们靠近 可多少父母像只无头的苍蝇 只能无助地瞎撞 短短人生数十年 我们的缘分又能有多久 所以请主动为父母搭一座桥吧 人生最大的幸福 就是教育生爸妈有人印 前几个月有一张图片 刷屏了全网 在巴勒斯坦 一位73岁的老人确诊新冠 住进了重症监护室里 出于防疫考虑 医院谢绝了一切家属的探望 为此 他30岁的小儿子 每天晚上都爬到窗户上 远远地陪着母亲 只可惜 短短五天后 老人就没有经得住病情的折磨 还是离开了人世间 他的小儿子始终都接受不了这一现实 这件事情让很多子女都感慨万千 很多网友纷纷在网上诉说自己对父母的思念 其中最扎心的评论说 我失去父亲22年了 依旧会哭 父母在 人生尚有归处 父母走 人生只剩归途 父亲曾跟母亲讨论 等以后去世 我们要各自葬在父母跟前 我想 这不是他们的感情不好 而是能够理解彼此思念父母的心情吧 毕竟母亲至今还常常念到外公外婆 给我们一遍遍讲那些温暖的故事 毕竟 每次在爷爷奶奶忌日时 父亲都会在坟头跪坐很久很久 直到天黑了才肯离开 我想 那时的他们 谁也不是 都只是那个想被父母宠爱的孩子吧 浮浮沉沉一辈子 我们终究就是在活这点真情实感 诚然 每个人的父母都有或多或少的不完美 可他们也在努力给我们最好的一切 也许 我们除了抱怨那改变不了的原生家庭外 也该学着去珍惜与父母之间 那所剩不多的时光了 自从周末让父亲感到了不自在后 我立马就去网上买了一个单反相机 我准备在下一周出去玩时 会认认真真的教他怎么用单反 排花花鸟鸟 让他能在朋友圈 家族群 抖音上 嘚瑟个够 都说 成年人最大的悲哀 就是父母在我们面前变得小心翼翼 我想说并不是 最悲哀的事情 是儿女明明看清了父母的小心翼翼 还是不想方设法去解决 只是任由他们更加忐忑谨慎 小时候 父母总能包容我们的小脾气 允许我们在窝里横 哪怕受伤害怕了 也会轻生安抚我们 不怕不怕 如今 父母一天天衰老了 他们那颗宝金风霜的心 也需要一份温柔 那么 我们是不是也能像过去的他们那样 毫不厌烦呢 我的答案是 会 你呢 点个赞看 祝我们的父母都健康长寿 这篇文章我们就阅读到这里 人生最怕子欲养而亲不待 记得对父母好一点 多一些宽容和耐心 别让往后留下遗憾 如果大家还想阅读学习更多的家庭婚姻教育秘籍 欢迎关注十点读书的亲子公众号小十点 小十点专门为妈妈们准备了有温度的美纹和超使用的育儿干货 还会经常为大家送出亲子好书 以及免费课程福利 长安文末二维码 关注小十点 我们一起成长 我是邯郸 我在中国重庆 祝您晚安